醫院急診室外民眾排排站 等著掛號 拿藥或是快篩 這是為了分散人流 設置的快篩羊得來素 疫情約法嚴峻 奏成急診擁塞 影響急重症醫療量能 得來素提供快篩羊 性民眾進行評估採檢 台中目前有十九條快篩羊得來素通道 部分年齡平均每天一千人報到 最近確診者越來越多 使用率頻繁 導致等候時間也拉長 近期又因為兒童確診人數上升 就有市區媽媽抱怨 都沒有醫院願意幫忙快篩 還要大老遠跑到海線 小朋友年紀小沒有耐心 光是排隊就是一大考驗 現在各地快篩通道又大塞車 當事議員羅庭偉提出快篩 陽性兒童之快疫通道 完整的照顧 針對開設篩檢兒童綠色通道 雖然可以造福家長以及小朋友 不過原本快篩得來素 醫護人員就已經疲於奔命 再加開兒童站 還是要審慎評估醫療量能和需求 台中市長盧憲說針對兒童快篩道 還是得從長記憶 未來如果相關快篩站政策 將會由衛生局來公告 先訊 楊敬 謝雲珍 台中採訪報導